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图为蔡英文视察演习,图片来源,台湾中时电子报作者马康庄,4月12日在南海,中国大陆南海军演,这是海军建军以来最大的海上阅兵,出动48艘战舰。 一万多名兵力参演,空拍舰只在海面大编队航行的画面,非常壮观,中国大陆海军的战力,令人印象深刻。 4月13日,蔡英文到苏澳海军基地,登上基德基舰出海,教越台海军的联合操演,称之为海军策考,出动了成功舰、拉法野舰,加上二艘基德舰等。 据说,有官兵近2000人参加,蔡选在大陆海军检约之后的一天在苏澳举办海军策考,时间很敏感,她被问道,这次试导海军,是否与大陆互别聊头。 蔡英文表示,这是过度解读,只是测考海军的整备情况,没有所谓互别聊头的这种事情。 但是蔡英文过去曾说过,在中美关系里我们也是棋手,那么她在这盘棋中扮演什么角色呢? 掌握住准确的时机,可能就是重要的关键。 这次台湾的海军策考,正逢中国大陆举行南海阅兵,美军航空母舰群以南海,中美两国在南海区域都有军事活动。 蔡英文是否与美方协调好了,就是推出苏澳军演,与南海的美国海军活动摇箱呼应,为美国老大摇旗呐喊,壮大声势。 大陆的海上阅兵距台湾650海里,蔡当局的这场苏澳军演的,与美国海军的舰艇队伍距离很远,助威的效果不强。 在苏澳海军侧靠展现出来的军力单薄,力道有限,有观察家评论,苏澳海军侧靠,看不出台湾海军战力的成长变化。 只在自暴其短,蔡领导人的这场兴师动众表演,意义不大,只在消耗台湾的军事预算,台湾的海军有什么实力。 他们的战舰陈旧,多年前从法国购买的几艘拉法叶舰最为有名,是因为拉法叶采购贪污案文明国际,还闹出人命来。 据说涉及贪污的官员到了最高的层次,数十年后还是一桩悬案,如今拉法叶舰也是老舰种了,台湾从美国购买比较新的既得舰,配备不全。 蔡当局上任后,大力推动潜舰自造计划,却又发生弊案,承包建造潜舰的公司买空卖空,浪费时间金钱,当局还一直在包庇此事。 网络世代的台湾青年不喜欢从军,各军种招募新兵都面临困难,台海军的战斗能力屡次受到舆论的质疑。 两年前在南部发生物社飞弹事件,机会停在港湾的一艘渔船,伤亡数名船员,台湾渔船出外驳渔,经常被日本水产巡逻舰艇追赶,撞毁,拘捕台湾渔民,罚款。 菲律宾的巡逻铁也不时地任意侵犯领海为由,扣押台湾渔船,渔民,要求送上巨款之后方才释放。 台湾的海军尚不能保护日常出海讨生活的渔民。 遑论其他,中国人民解放军定于4月18日,在福建沿海,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。 大陆的环球时报社评说,大陆不常在台湾海峡做实弹演习,陆珍惜台海的稳定,但是台湾当局在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,不断释出挑战。 一中原则的言行,一直发展到行政院长公开宣布,自己是台独工作者,他们将两岸关系的正常轨道搬上了充满危险的岔路。 赖清德作为台湾当局第二号人物,他在进一步毒化台湾的政治空气,麻碎台湾社会对台独危害的警惕性,像是一手抓着台湾,另一只手玩摸电门的危险游戏。 随着台湾当局在台独的路上越走越远,大陆肯定会朝着采取,带来更大震动的措施迈进。 记者问,4月18日举行的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实弹军事演习,是针对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的近期台独言论,以及台湾内部台独组织进行台独分裂活动发出的警告吗?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小光回答,大陆已经多次表明,坚定反对台独的严正立场,这次再度强调,大陆有坚定的意志,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,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,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蔡英文上台后,两岸关系已降至冰点,近来美方频频打台湾牌,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等,两岸关系更加紧张。 大陆的两会圆满结束后,举国上下凸显了对保障祖国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,今后的台海局势发展,取决于台湾领导人的理性抉择。 若继续明目张胆或暗中推动台独,两岸关系将步入地动山摇的阶段,马康庄台湾民意调查基金会秘书长。